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編曲 初音ミク 我们要宣告李一松牧师 我今天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宣告你成为这一届圣地堂教会的主任牧师 Amen 2019年1月 李一松正式接任 成为新竹圣地堂的主任牧师 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 然后再来就是 最主要的 就是有一个 从原本只是牧养青少年的传道人 到现在 牧养一间超过六十年历史 且有数千名会友的教会 他的肩膀上 顿时多了许多压力 幸好上帝早已预备好他的生命 让他经历了原生家庭里不少的风浪 他从一个追求完美主义的愤怒青年 顿变成能给予爱与鼓励的牧师 上帝的带领 让他的人生 可以在看似不完美的旅程里 却写出美丽动人的故事 朋友们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不少官朋友你自己 或者是身边有没有朋友 是属于那种 我们界定叫做完美主义这样的人 通常这样的人 会给自己蛮大的压力 身边也会觉得还蛮大的压力 今天我们的来宾 曾经就有一点完美主义这样的倾向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今天的过程 还有他怎么样是从原来一个 好像富二代这样的身份 现在是一位牧师 一起来欢迎新竹胜利堂的 李一松 李牧师你好 好 刚才讲是 有一点点完美主义这样的意见 不止一点点 不止一点点 是蛮严重的 所以我们要稍微婉一下 有的时候有可能是跟家里头 对 的背景有关 所以养成的过程有关系 你们家大概怎么样 因为我身体上 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小孩 独子 独子 就是类似独子的角色 然后 所以 我妈妈就会把所有的关注点 都放在我的身上 其实也是爱 就是爱之深则之切 就是希望这个孩子将来 会有很好的成就 是 所以我会觉得 我走过之后 没有怪我的母亲 我很谢谢她 一路这样子把我拉拔长大 只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就是不是很容易 不太允许被犯错 所以妈妈对你管教是严的 我妈妈说跟我说 她都很放任我这样子 但其实她是某一种的 控制我这样子 你有印象当中怎么样的被控制呢 我的印象中的控制就是 比如说我很小的时候 我去餐厅吃喜宴的时候 所有小孩子都已经跑成一团了 但是我永远都是从第一道菜 做到最后一道菜 就算 纵使我没有吃饭 我是乖乖做的 然后我那时候还蛮有趣 我觉得我有点鄙视起来跑起来 起来的小孩子 觉得怎么这样的没家交呢 对啊 那时候是这样 但是因为对我来说 可是 从小养成你就习惯要这样了 框框架架的 就会把自己框起来了 对 而小时候好像家里头 经济状况还不错 我觉得我就是 好像没有对钱 有需要烦恼的时候 我记得我妈妈小时候 因为礼拜天 她大部分都会带我出去 逛百货公司 那我印象中 每次逛完街 我妈妈就是会买一个礼物 买一个玩具送给我 所以就一个孩子 其实投入了很多的资源 在你身上 对 那我其实有两个哥哥 那两个哥哥其实是我爸爸 跟我跟他前妻生的 所以跟我差距比较大 那我年龄比较大 所以我 我其实跟我独子差不多 那爸爸都是 主要是妈妈跟你在一块 就是妈妈照顾你 那爸爸呢 基本上我爸爸是 是在小学以前 我的感受是他是爱我的 是 对 那只是说到了国中以后 不知道的 对这当中可能跟我妈妈 跟他感情上面有一些状况 也影响到我跟他之间的关系 所以父母亲的关系 是不是太好的 后面就上了国中以后 慢慢的就关系比较不是那么的好 那你自己在学校的歌唱表现呢 国小和国中 我不敢说我到顶尖 但至少就是中上 因为我妈妈也不太可能允许我 落对落太多 对 就是你是被这样期待的 对 所以你对自己也会有这样的要求 对 就是我会觉得完美对我来讲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不太能够允许自己犯错 那一旦犯错 我会觉得很觉得 就是觉得很懊悔 不过你好像国中就跑到新加坡去念书 对 是妈妈刻意栽培要送你去新加坡 让你这么小出国还是 也是 就是把我的英文 让我把我的英文学好 因为他觉得贸易啊 各方面英文 因为我们家是做贸易公司的 他觉得说这个英文要学好 但老师说我去那边英文也没学好 什么都没有学会 但你是一个人就被送去吗 国小才毕业 一个人就被送去了 对 我就住在学校宿舍里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妈跟我爸 就很神奇的帮我选了一间教会学校 然后我选进去之后 我妈也觉得很满意啊 然后我就 开始小留学生的生活 对 怎么样当小留学生 那个宿舍里面 有来自各个国家的人 有印尼的啊 有马来西亚的啊 有香港的啊 有新加坡的 有台湾的 那其实我那时候 跟人不会互动到一个状况就是 连台湾人都排挤我的 大家都不喜欢跟你在一块啊 对对对对 他们就借故 霸凌我这样子 比如说 假装是为我庆生 那其实是要霸凌我 他就拿那个消防水柱来冲我这样子 可是你一个人在外地这样子 小留学生的 然后又 朋友都不要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那个心里头其实是很受伤的 对啊 嗯 所以就是那时候 因为学校宿舍里面有愿目嘛 他就来关心我啊 他就是会 六日的时候 会带着我去餐厅吃饭 但虽然还是自己出钱啦 但是我就觉得很感动了 是 再来就是他就完全开放他的家庭 是 就认我去那边 你想要去那边写功课啊 对啊 煮泡面啊 或是诸录营带去看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就是跟我在宿舍的生活不太一样 所以你就因为这样子的对比 就比较喜欢去教会吗 对对对对 其实我那时候也对这个信仰 就觉得那边比较有温暖 所以我就去了 不过你现在说 你当时你自己都会够老玩去形容自己 对对对 所以你自己的行为模式 也有一些调整吗 就那一段时间 在新加坡那段时间 后来就慢慢的调整 就是说 也感谢上帝就是在这个跟教会的过程当中 他们慢慢的教导我怎么去跟人互动 那你自己在新加坡待了多长时间呢 我待了大概有一年七个月 你不是把国中念完啊 我后来我妈妈那时候就是 得猛爆心肝炎 好危险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被调回台湾这样 就赶快就回来了 就结束了在新加坡一段留学生活 对但是我感谢神就是那一年七个月 就是慢慢让我变成一个基督徒这样 今天都在忙着讲道啊 还能够干嘛 其实还蛮怀念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光 真的 曾被排挤霸凌的经历 让李毅松走入教会 也让他更容易同理国高中生的处境 渴望与他们分享福音 透过自己的生命故事 帮助青少年们 也因此在他进入校园的团契后 便加入飞扬青少年成长中心 忙碌于青少年的淫秽中 而开朗直率的性格 也让他大受国高中生的喜爱 他自己本身在国中阶段被排挤 被排挤的一些经历其实很影响他的未来的一个侍奉 然后我们就把他的生命故事变成一个短剧 然后先演给国中生看 然后他再出来跟国中生分享 那我觉得那时候就可以看出来 他其实很有跟国中生分享福音 讲道的这个恩赐 那甚至赢会结束的时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学生都有学生手册 所以一大堆普通生要找着跟他要签名 牧师他就是一开始听他讲道 或者是看他跟青少年相处的时候 或者是听他讲话 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冷面笑匠 很爱讲冷笑话 然后没有人笑他自己都笑得大声 可是其实事后慢慢跟他更多的相处的时候 会发现他那个很壮硕的身躯 里面其实有一颗非常敏感敏锐 而且是很纤细的心 他其实蛮会观察人的行为表情 然后去知道他有其他的需要 我觉得因为他很愿意倾听 倾听然后就花时间 然后当然因为青少年很多时候 来到教会的时候 他们是就一下课 他们也没有真的约 然后他们就是敲敲门 然后就进去 当然我有些时候也会就是那这样子 其实就中断了可能松哥正在做的事情 他就会停下他手上正在忙的事情 然后来陪伴人 那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去学习的 国中在新加坡待了一年多的时间 我让李牧师就此进入到了基督信仰 那这信仰也一直都是他生命当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 而且到了上大学之后好像进入团契 又是信仰当中很重要一段历程 其实因为我一直在找同侪 就是相同年纪的基督徒 但是在台湾的教会我刚好找到那几件都没有跟我同年纪的 所以一直到上了大学才比较稳定吗 对 就是因着学校团契慢慢回到教会有稳定的教会生活 好像那段时间还特别有做一些针对青少年的服饰 对 起初我上大学之后是先参加救国团 那在那个寒假的时候就是参加那个大灵班 让我看到一个画面 就是看到耶稣为我钉十字架的画面 那当下我是很感动 就是觉得为什么耶稣这么爱我 为我钉十字架 然后接着商机就问我说 那你现在愿不愿意为我服侍这时代的青少年 就愿不愿意就是离开救国团 然后参加那时候校园一个叫飞扬 青少年成长中心 就是专门为国中生办饮会的 办福音信饮会的 然后我就回答上帝说 好我愿意 所以后来大灵班结束之后 我就转换跑道 我就去参加飞扬的训练 我觉得上帝就是让我莫名其妙 也是就很爱国中生 每次代饮会看到讲员呼召 他们举起手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觉得又有国中生的灵魂得救了 那时候都还没有 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说以后会成为一个牧师 当然没有 因为我是想要 我基本上还蛮贪爱钱财的 因为我家就是做生意商人的家庭 因为我们家的公司 其实就是用我的名字取的 所以我从小 叫艺松什么公司 对对对对 然后从小客户来到我们家 都叫我董事长 叫李董 李董 那我觉得五六岁 我就就这个image 那个印象都套在我头上 我就觉得 对啊 将来这间公司就是我的 将来这间公司 我就是要接 将来就是我要成为一个很卓越 赚很多钱的一个商人 但后来神有跟你 一个不一样感动 后来我想说 毕业了 开始工作 我应该要好好的领袖 所以我就开始 从马太福音开始看 那不看没问题 看了就不得了 就是看到马太福音19章的时候 就是耶稣呼召那个少年官 说你当变卖一切所有 来跟随我的时候 就整个背极发凉 为什么会 我觉得那一刻 上帝在对我说话说 叫你要变卖一切 我变卖你所有 然后来跟随我 我家这么多东西 要把它变卖 我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你一有这个领袖的感觉 恐怕是有点害怕 我很害怕 就想逃 对 我很想逃 所以我就把圣经盖起来 足足一个月以上 我没有再看圣经 那后来这家公司状况 你是真的有进去工作吗 就是爸爸有让你接吗 我在当兵这段时间 我爸妈的感情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就很不和睦 然后甚至就是吵架 甚至是分居的状态 那以至于这公司就倒了 董事长跟董娘吵架 那公司就回了 就整个营运就出现状况了 对 营运出现状况 那我回来的时候 就是我的钥匙是 开不起我们家家门的 为什么 他们都搬走了 对 后来我才 后来就是我就请所将 把那个门打开 然后一进去的时候 就全家所有东西都搬空了 搬空 包括我所有的东西都搬完了 原来我爸爸那时候 偷偷把房子给卖了 为什么是家里有债务的问题吗 还是 对 就是可能 公司难免会有借贷嘛 每间公司一定都会有 跟银行往来的部分 那因为他们不和睦之后 公司没办法营运下去之后 不得不就要把房子给卖了 然后卖了之后 就是还那些 还一些公司的债务 但是有些债务 好像也很难厘清楚 那胖有跟你联络吗 或者是 你那时候 你有试图要联络爸爸吗 你有试图要找他吗 没有耶 你也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很生气 我很愤怒 过去打麻将 然后现在又把家给卖了 然后也不告诉我 然后我就对他非常非常的 恨吗 可以这样讲 那你就 回头去找妈妈了 对啊 因为妈妈其实那时候 也需要我帮他还一些债务的部分 所以妈妈那边有债务的问题 对 我需要帮他还一些债务的部分 那那是你退伍之后 你领导的困难吗 对 就是瞬间一切都没有了 然后特别 我是毒伤的嘛 因为我同学很多 毕业之后 三年之间就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我会觉得很羡慕 可是我三年 毕业三年 我是不要说第一桶金 我连变成零都还没有 我现在是负的 所以你去淡水跟妈妈一块住吗 对 我就是那时候跟他住 那以前是住豪宅嘛 去淡水变住豪宅 真的很宅 因为你原来讲的是 你是有完美主义的人 然后你没有办法容许 自己在一个糟糕的状态 结果没有想到才退伍 是这样的情况等着你 对你来说应该是打击很大 你那时候自己的情绪 你的整个人 因为我本来就完美主义嘛 所以当事情不顺我的意思的时候 我就很容易生气 然后那时候我也跟我那个 交往七年的女朋友 就是从大学开始交往 她也受不了我 就是觉得好像整个 我变了一个人一样 就是很容易稍微她怎么样 我不高兴 我就是发脾气这样子 就是很暴躁 那 你说也有犹豫的状况 对有犹豫的状况 因为淡水又湿湿冷冷 所以更容易被那天气所影响 有一次 因为我是我们公司北部的业务的代表 所以就是中部的总公司的人上来 我要带着她去看一些工地 拜访一些客户 然后结束之后 我要载她去车站坐车 然后她就跟我说再见 门一关上的时候 我眼睛就啪 喷出来这样子 我那时候觉得好害怕 好害怕 就是觉得在那个空间当中 在车子的空间当中 我几乎没办法开车 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不害怕 我觉得不晓得我的明天 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所以女朋友是离开了 那时候也是离开了 然后跟妈妈关系也不好 对 后来我跟妈分开住了 就没有办法再住一起了 但你还是住在单睡 对 你当时的信仰状况呢 自己有没有跟神怎么样祷告 神怎么样的安慰或回应你 在那个时候 有一次就是在那个晚上 我觉得又开始很恐慌 就是觉得很害怕 然后圣灵就让我想起 一首诗歌叫做 因他活着 然后我就 其实我五音不全啊 我节奏也不好 但是我就一直不断地 唱那首诗歌这样子 我觉得我那时候就像个 像那个彼得一样 快要掉到海里面去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祷告了 我只能跟上帝说 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我已经不行了 我觉得那 在唱那首诗歌 就好像仿佛上帝就从 那个暴风雨当中走过来 然后把我 把我的手拉起来 然后陪着我走上那艘船 为我仔细所有的风浪 成为我生命的船长 从那一刻起 我就比较稳定 然后也开始认真在思考说 我是不是要回应 全职呼召这件事情 在他的那个ICU 加护病房的床旁边这样子 我记得我站在床旁边 足足站了半个小时 我喊不出一句爸爸 真的很困难 我讲不出来 在人生最失忆的时候 李一松却碰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伴侣张凯恩 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凯恩 与先生一样都是青少年营队的工作人员 而因着敬前的家庭也让他有了乖巧顺服的个性 因此当李一松领受到上帝呼召成为传道人时 他就成为说服先生进入神学院的关键人物 一松牧师看起来很大致 然后好像很雄壮为伴 可是其实我觉得他跟凯恩是我的相处 其实我观察到有一句话我觉得很贴切 就是我们真言讲的那个财德夫人那句话 就是他心里倚靠他必不缺少利益 所以他一松牧师其实心里是非常倚靠凯恩的 对 然后他们可能不会在我们面前做什么肉麻的动作 可是每次讲到的时候啊 或者是运用家里的一些照片的时候 都知道说他觉得他有一个财德的妇人 就好像有一个珍珠冠冕戴在头上 是他一个很倚靠的对象 然后凡事都会就是找他讨论 也会听他的意见想法 那心里其实是很依赖的 那我发现凯恩师母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母亲 他管教孩子非常深得我们的赞赛 然后他也跟这个弟兄也跟一松牧师也 有很好的配搭 那我们就因为是就近观察 是第一手赐料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师母非常棒 人生走到敌国 就李牧师那时候想到当初 让他也看到背脊发凉的那个呼召的经文 在思考全职服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碰到他的人生伴侣 今天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欢迎张凯恩师母你好 所以你们两位是在教会认识吗 我们在飞洋认识 我就是那个在淡水那个很私人的套房当中 然后我觉得就是也觉得很痛苦啊 那刚好那段时间就是 刚好那个很痛苦的时候 我跟我那些飞洋的好朋友联络 我刚好他们都有事情这样子 然后最后就剩他 我就跟他联系这样 那牧师你刚刚讲说 也就是在这段低落的时候 你开始思考过去神给你的那个呼召 对 那师母当时他有跟你讨论 就是关于他全职服饰 他觉得还有这样的呼召吗 有我们一开始交往的时候 他就有告诉我 他有这样的呼召 对 那你自己的想法呢 我在基督化家庭长大 那我的爸爸妈妈都很 就是非常的 服侍在教会都服侍得非常的好 然后他们也非常的敬钱 那我妈妈也很 很扶持我的父亲 所以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 所以你对他这个呼召 对对对我就觉得没有问题 基本上是支持的态度 对对对对 那牧师也就一直想说要怎么样 往这个方向走了 我后来觉得我工作就开始比较顺了 就是我后来就辗转换到一个 我很喜欢的工作 而且在淡水 就是在淡江大学里面的一个研究中心 是 我就跟上帝说 其实我在得到这份工作的时候 我跟上帝说 再给我一段时间 就大概两年的时间 所以一年一签嘛 就圆月签到年底 那到年底的时候 我晓得我不能再签 因为再签了 我就会错过考神学院的时间 所以我就不签了 然后那个公司就说 你签啊 你签我就马上帮你加薪 那再过一年 我就帮你升主管这样 我还蛮心动的 就是觉得很心动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就是能够逃就逃 能够闪就闪 能够躲就躲 所以不到最后一刻 我是不会降伏在上帝的面前 那凯恩就对我说 你跟上帝讲好了 时间到了就应该走啊 怎么可能再可以留下来呢 那我就说 好吧 那既然答应上帝了 就应该要走了 那你们是在去念神学院之前 还是之后结婚的 我就是2007年决定全职嘛 那我就同时在教会里面 先当实习传道 然后同时预备考试 然后后来六月份确定要 六月份确定考上了 我们就六月底就决定要结婚 然后就八月底就去结婚 然后结完婚就精神学院 那当时你结婚的时候 跟家里头的状况呢 其实我那时候跟我妈 也等于也分开了 那我很长一段时间 也跟我妈没有联络 直到快要结婚的时候 就是我岳父 说 哎 结婚了啊 总是要邀请 爸爸妈妈吧 对 但也感谢我岳母 就是 他就说 没关系啊 就有妈妈来就可以了 所以至少我觉得 好 那妈妈还可以稍微讲一下 那我那时候就是带着他 就是怀着坦特不安的心情 从中和一路坐车 坐捷运 然后到淡水 然后走到我妈妈的住处 这样子 然后 坐下来嘛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沙发 坐下来 然后凯恩就坐在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我们要结婚了 然后我妈妈就说 很好啊 就是 找到一个很好的伴侣 可是妈妈跟你说 我 对不起 就是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办法 给你什么 我妈当时候跟我说 对不起的时候 其实 我强忍着眼泪 然后她就 暂时离开了这样子 然后她一离开 我眼泪就掉下来这样 然后还好那时候 凯恩有在旁边就陪伴我 但我觉得是很难过就是 我不太明白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家会 会变成这样 走到这一步 就是全家人分崩离析这样子 我并不清楚 然后但是就是感谢 上帝就是借由这个 还好我越父越母的坚持 让我跟我母亲有和好的机会 那爸爸呢 你结婚的时候 有告诉他吗 有想办法联络 让他知道这事情吗 我觉得我怕我会失控 我没有 我觉得 我知道在基督里应该要和好 是 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要遇见他 那你后来有机会再碰上爸爸吗 或者是你有试图 去弥补这段关系吗 去和好 有就是九年之后 我们见面 什么样的机会 你们见面 我爸爸 那时候大概七十几岁 他走路摔倒了 然后他撞到了 头脑 颅内出血 所以就被送到 戏子的国泰医院里面 交互病房里 那我哥其实也跟我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 所以他就打电话来教会 然后就跟我说爸爸现在就是状况蛮危急的 然后你要不要来看爸爸这样子 我就从新竹开车上戏子 然后到了之后我哥跟我打招呼 然后他说 这个看你有什么话 想要跟爸爸说 然后我就在他的那个ICU 交互病房的床旁边这样子 我记得我站在床旁边 足足站了半个小时 我喊不出一句爸爸 真的很困难 我讲不出来 那会跟他和好 是因为后来他们教会的牧师来探访他 就是说他已经是基督徒了 我说啊 怎么他是基督徒了这样子 我觉得那一刻我就可以放下了 因为我觉得他信了耶稣 他已经得到耶稣基督为一生的自保了 那其他的那些东西已经不是那么重要 有没有豪宅 有没有车子开 有没有多少存款 对我那一刻我觉得不重要 因为如果我拥有这一切就我爸爸没有信主 我觉得也枉然 而且我觉得我损失更大 那所以过去那段时间那么的痛苦 最后能够让我爸爸信主 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 对我来讲一切就值得 对所以对过去 我就比较能够释怀 每天中午 李一松都必须陪伴过动的大儿子 到学校打球 为的是让孩子能够更专注在下午的课业中 而他身为牧师 除了面对繁忙的教会工作外 孩子的问题也曾让这个家庭陷入仇云惨物之中 在他的完美主义的里面 他要去接纳神给他孩子的一个独特 那这个独特性的当中 其实我觉得神也让他学习放下他自己的一个完美主义 那其实凯恩师母在这当中很辛苦 所以我会常常跟他提醒他 我觉得你的服事或者是你从神领受的那个使命意向很重要 那但是你要先让你的家庭 也就是凯恩 然后跟三个孩子要先能够得到爱 跟那个爱的一个满足 当然辛苦的话是凯恩比较辛苦 他要在家里面陪着小孩子 那一中是全职的在教会服事需要的一些青少年 后来他们发现老大就是要让他运动 要让他就是放电就不会有过动 所以这种他们发现有这样的因素的时候 他们就会自己去面对 有一次我就记得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 他就对着我说 他把时间都留给老大 因为那时候老大的状况比较多 然后天天都会接到学校老师打来的电话 然后他的老二跟他的老三其实也很需要他 他忙于处理老大的事情 那老二老三他就不小心会忽略 他就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 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 李牧师在结束了神学院的课程之后 毕业就回到了新竹圣礼堂 来开始他的幕会工作 那这时候他不只是一个牧师 同时也变成了一个爸爸的身份 有孩子 其实生活当中各种压力就接踵而来 所以牧师其实圣礼堂是一个很大的会堂 所以你刚回到教会幕会的时候 是做什么样子的 主要负责哪一个部分 我主要负责国高中生团器 那我们国高中生团器 那时候我接手的时候 大概也是一百多人 那也不少 就是连同工连辅导同工加起来也是一百多人 那一般你们在做这种国高中生 应该就是寒暑假的这种 要办营会营队是最忙的时候 压力会最大好不好 对就是张力就是会很大 因为我通常笑说那时候 从第一个礼拜 暑假八个礼拜嘛 从第一个礼拜 办营会办到第八个礼拜 这样 那唯一两个礼拜没有办的都在筹备营会 那师母也是吗 我刚开始没有 刚开始就是她在忙 然后我带着小孩 对 不其实对你来说 你压力也不少 因为我们家的孩子 也不是很好照顾的状况 对 我们的老大就是 那个从小就发现 他不爱睡觉 不爱睡觉 所以妈妈的体力 就会很容易就 浩劫 浩劫 对 那从小就知道 他体力好 脑袋又聪明 所以从小就知道 哇这小孩长大不得了了 一到了小学 每天 哇就好多精彩的报告 开始 那个联络部开始出现 各式各样的报告出现了 那妈妈去了 就常常就在 所以她会惹些 什么样的事情吗 哇每天都有新的招数 像什么 就是她跟同学 她就很喜欢挑衅 她觉得 她就没有感觉说 人家生气 或是她觉得 人家生气很好玩 那对我们正常来说 你都不知道 人家在生气吗 你不知道 现在是上课时间 你不可以怎么样吗 你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然后她都觉得 为什么不可以 然后每天 有好多的为什么 我们从小就知道 为什么宝宝 然后你跟她解释 她就会 有更多的为什么 所以每天 就像 我们就像一个正常的妈妈一样 就是赏罚 全部都用尽了 好多招数的 一直更换 这个不行 我们换下一招 那又是师母 师母其实压力很大 我师母的小孩 怎么那么难搞 上帝告诉我要用圣经 这是最基本的原理 好我们开始 圣经开始出来了 家里贴了一整面墙 都是真言经文 每天看 这件事情 我要拿一句话来教她 今天 哇这个 这句话不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上帝怎么说 用一段时间觉得 主啊 这些好像不太 还是不行 怎么办 到了最后觉得 精疲力竭 然后她也是好忙 然后一直进到 有一个阶段 就是她不管做错什么事 她都说 是我不对 反正我就是一个 坏小孩 那时候我开始警觉说 不太对了 然后直到有一天 她回到家 我说好了 怎么办 妈妈真的没办法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在跟她 强烈的沟通之后 她开始就是 开始发脾气 她就开始 打自己 我吓死了 她开始打自己的脸 打自己的头 然后说出一句说 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说什么都不对 然后她说 妈妈 你告诉我说 天堂比较好 天堂是黄金街 碧玉城 都没有任何不好的东西 那我可不可以先上去 然后 那时候 我整个是脑筋空白 我就觉得 我自己这样子待的小孩 每天待 每天待 我怎么带出一个 要上天堂的小孩 那时候我吓一大跳 然后 她在缅甸 我说 你回来 我有件事很重要 我们要带孩子去看医生 你觉得要带孩子去看医生 对 然后 我说她再不看医生 可能我也要去看医生了 对 所以那时候惊觉说 孩子 不对了 然后这个时间 好短 好像才一个学期 她怎么从一个很活泼的小孩 变成这样 突然 跟我说到她上天堂 就后来就真的有带她去看医生吗 对 医生怎么说 那时候我们想说 看起来好像还好 我们想说 我们去看看好了 看医生怎么说 结果讲完一个多小时 医生突然跟我说 妈妈 你怎么可以忍耐这么久 她好严重 我问了三次 她很严重吗 所以孩子本身也在那个现场 医生有评估 有跟他聊 对 然后 医生就说 你们很努力了 你还不要试试看 让他用一点药 试试看 所以医生诊断 她是什么状况吗 她的冲动性很高 对 她的冲动 所以她很会去挑衅别人 所以她那个挑衅都会让人家受不了 对 所以她弟弟妹妹也常常哇哇叫 所以其实她 在看完医生的时候 我们也花好多时间调整 因为我从来不知道 还是很严重 我从来不知道 第一次看到医生 医生告诉我说 我们今天可以开药给你 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都 吓一跳 很惊吓 对 那孩子用完药之后 他会变得比较安静吗 还是 他第一天用完 医生还教我说 你先不要告诉老师 看看老师的反应 是 老师第一天告诉我说 妈妈 你今天早上有跟他说什么吗 对 我才发现 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 我们认知他需要用药的这段时间 其实我们才开始去认识 这样子孩子很特别 我要怎么样去照顾或去理解他 我才开始看书 才开始参加讲座 去认识 然后才开始学习 但后来就一直稳定到 现在孩子多大了 四年级 所以差不多这是三年左右的时间了 对 状况就比较安静稳定下来了 现在就进步很多 进步很多 对 不会有时候孩子年纪大了也会不一样 对 那我们其实有花了很多的方式 除了用药之外 我们用了很多其他的方式去帮助他 对 回应神的呼召 顺服神的带领 是苦难但不是灾难 因为苦难是让我们遇见神的一个过程 也让我真实的知道说他是神 我是人 我需要他 好 今天是亲子主日 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小朋友 我们很多小朋友都很可爱对不对 非常的可爱 可爱 不可爱 可爱又可爱这样子 林一松的讲道有抹风趣 台下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听得津津有味 而他自己却从未想过 有一天会从青年传道 摇身一变成为教会的主任牧师 面对如此重大的责任背后 有着他们一家人多年的祷告与寻求 过程中难免有些挣扎 但最终他们却顺服上帝的旨意 担其牧羊与治理教会的使命 他一旦成为主任牧师 他很清楚地知道 他离青少年越来越远 他离跟青少年一起同在同行的现场 是更有距离 这个其实是他在决定 要不要接主任牧师当中 一个非常大的挣扎 他其实后来也很清楚 神要他接 毕竟他是一个敬虔 敬畏上帝的人 所以就算中间有挣扎 但是最后还是会顺服下来 那他能够顺服也是跟师母很有关 因为师母也觉得说 不能逃避的盖接的就接吧 我觉得这个是蛮关键的 凯恩那个时候很挣扎 他们挣扎就是这么大的教会 他们是我们教会最年轻的牧者 怎么会有那个能力呢 怎么配得牧羊这么大的教会呢 有一次的祷告当中 他经历了就像是耶稣在 克西玛明园的祷告 那个画面很真实 然后也很 也很触动他的心 他也是像耶稣这样讲说 主啊倘若可行 你把这杯挪去 可是若是这是你的旨意 我就愿意顺服 所以神带领他们在克西玛明园 在那样的场景中走了一招 所以他们明白了上帝的意思 所以愿意回应这个呼召 后来发现孩子有些状况之后 牧师刚好有一段时间 能够休息一下 趁着这段时间 他们家也都重新的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脚步 你们一家是去了德国嘛 去多久 怎么有这个机会可以去 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 我们教会有安息月的制度 就是我们服事满六年之后 会有四个月的安息 那我们可以选择去进修 或者是去出国宣教 那刚好我之前在 国高中团期的一个辅导 他去德国留学之后 他就留在当地工作 也在当地的教会侍奉 他知道说我们有三个月的时间 可以去国外短宣的时候 他就利邀我们过去 因为他们教会很长时间没有传道人 那我觉得也很好 就是那我跟凯恩讨论之后 我们就决定 全家人就是请假三个月的时间 去到德国 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还有一个另外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有一次我去接我们家弟弟的时候 然后读幼稚园 然后他们老师就跑来跟我说 李炫爸爸 李炫今天跟我说 爸爸都爱哥哥 妈妈都爱妹妹 所以我就自己爱自己 然后我听完之后就 我听完换我崩溃了心碎了 但我必须要镇定 怎么会这样 对他下去 对这个孩子以后的发展会有 对他人格发展会有问题 所以我想说 那这个时间我就是去 然后好好的陪他们 然后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也说来很苍窝 因为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 或者是跟年轻的传道人分享说 家永远是我们第一个要牧养的教会 是我们最重要看重的教会 可是我回过头 从我毕业直到这六年当中 我似乎好像疏忽了跟太太 疏忽了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以至于就是我们家弟弟说的那个话 这样子 也也是很大的体型 对对对 对对对 那所以我们去到德国的时候 我就花时间 我就轮流跟三个孩子单独约会 就是我就是这一次可能先带哥哥去 然后接着带弟弟 然后带妹妹 那回来之后 牧会的工作好像也有面临到蛮大的挑战 就是因为回来之后 就是慢慢的教会有一点意思 就是要我接主任牧师的这个位置 但其实这个上帝也有给我这个感动 但是我一直很抗拒 因为我觉得我是被护照来牧养青少年 不是来牧养整间教会的 而且老实说这么大的一间教会 都以知识分子为主 每个人的学经历各方面都可以写得很长 相较之下其实我的学历我的经历都没有说很丰富 我常常会有说其实牧师就两样东西不会 就是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 其实就什么都不会 这间教会这么的多人 然后有劳有少 我要我要怎么样牧养这个教会 其实我很抗拒 但你有跟神有怎么样拉扯吗 我就是抗拒 然后我跟上帝说我就是不想接 我就是不要接 那后来呢 后来就是我跟上帝祷告 说主啊如果是你要我接可以 那就是可能要答应 因为之前我们很早以前 好久以前我们讨论过一次 他就说他不想这样子 就我想大概我就可以不用接了这样子 那结果呢 他问你吗 牧师问你吗 嗯 他有问我 我也没告诉他我心里藏了一个秘密 就是他两年前曾经讲过第一次的时候 我非常抗拒 然后但是我不能就是说就只有我说不可以不要 对那我就想了一个那时候我就记得我做了一个祷告 然后这个祷告我还是精心计划过的 然后我想说好我就跟上帝祷告说好 嗯这样子好了 如果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就是他脾气很不好 嗯 所以我觉得他压力大 他脾气就不好 所以我觉得他接主任牧师的时候 我会很害怕 他时时都要爆炸 所以我就说主啊 那你先调整他 他改变了脾气 就代表可以了 嗯嗯嗯 那我心里想说 啊这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这太难了 嗯 这是根深蒂固的事情 对那时候我就祷告完就觉得 嗯跟我没有关系了 对那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会真的让我敬畏上帝到一种机制 就是他在跟我提的那个时间的大概前一两个月 那一段时间开始他突然就是一个就是让我觉得这个人怎么了 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有讨论的空间然后很好说话 就真的脾气变好啊 就想说发生什么事了 所以当他告诉我的时候我整个是 哇 背都凉 我想说天啊 你的脾气真的就莫名其妙就好了 嗯 也不是说莫名其妙 就是我觉得上帝就一点一滴的 就是让我学习说耐心等候 然后做不到的时候或是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时候不是我的问题 是上帝他就是要这样子 我就既然我是他的仆人我就必须要学习顺服 所以我就去接受上帝给我的不完美 但其实是完美的 以上帝的角度来看是完美的 从我的角度是不完美的 哦 对但是就是从这个 我就观念想法就是说 哦对主你带领都是最好的 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嘛 你的意念高过我意念 所以我就是顺服你现在给我的状况是什么 然后我就接受 所以你的完美主义其实也换了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了 对 最后一点时间不晓得是不是还没点跟观众朋友分享的 哦我觉得人真的有限 所以占人不能占神凡事都能的时候 这句话就是上帝让我看到他在他身上的改变 嗯嗯嗯嗯对 牧师还有要跟观众朋友最后分享的话吗 我最大的领受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信仰 常常都在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说苦难是什么 对对对 那有些宗教选择逃避嘛 对 能够逃就逃 但我觉得我们基督的信仰最大的不同点在于 我们的信仰是拥抱苦难的信仰 我觉得回应神的呼召 顺服神的带领 是苦难但不是灾难 嗯嗯嗯 因为苦难是让我们遇见神的一个过程 也让我真实的知道说祂是神 我是人 嗯嗯嗯嗯 我需要祂 我觉得今天牧师你刚刚提到那句话 真的很有意思耶 你就说因为讲到你的完美主义嘛 你就说其实你我们的不完美 其实是神的完美 嗯嗯 对啊你就觉得我所谓的完美主义 是我想象当中的我的计划当中 一定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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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是完美 那一方面我也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可是二方面我其实没有用神的眼光 在看我的这个环境 当你那个想法一变的时候 原来那个才是真正的完美的时候 我觉得那眼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 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神迹对许多人来说 是生命当中一丝特别的经历 但是对基督徒而言 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 在今天我们听见李牧师生命的见证 很有趣 感觉有一点像约纳的故事 上帝呼召他 他一直跑 上帝邀请他 他一直抗拒 其实我们看见这个故事 很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因为对李牧师牧师来说 他很清楚知道 上帝呼召一个人 他有一个想象的标准在那个地方 他应该是要非常的符合那个标准的 同时那一个邀请本身也带来了许多的挑战 所以这些挑战常常让我们的心 生畏惧 坦白说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常常有机会 像是李牧师一样 在我们成长的旅程 常常被邀请 不论是团期的会长 小组的组长 区长 装备服饰 各样的短宣队的邀请 当这些邀请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面对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哎呀 我不够好 我大概没有办法 能够做到像谁谁谁那样 我不够完美 我不够有能力能够承担这个挑战 因为我们对于能够扮演那个角色的人 通常有着非常完美的想象 或者是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想象 应该要很猛的人 很有能力的人 很有恩高的人 才能够扮演那个角色 但是没想到 上帝邀请我们 成为那个角色 其实不是我们要拥有那一个角色的能力 而是这是一趟旅程 上帝邀请李牧师 踏上这趟旅程 神打开他的心 知道原来这个苦难不是一个灾难 原来这个苦难不是一个他力不能生的 是因为那位耶稣要与我们同行 当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是跟着耶稣 而耶稣是那位 使我们有够用恩典的主 不论现在等你做决定的邀请是什么 短宣队的决定 小组组长的决定 参加装备课程的决定 这一些决定的背后 不是你有能力承担 而是你愿意让耶稣陪你 走上一个不断往前回应护照的道路 可能就上帝帮助我们 不用任何的能力不足 作为我们的借口 也不用任何觉得 哎呀我不配 因为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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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借口 因为这就是邀请我们的一趟旅程 耶稣邀请我们与他同行 神愿今天你听见耶稣对你生命的邀请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谢谢你 不看我的不配 不看我的有限 你邀请我 原是要将改变的恩典领到我 你邀请我 原是要帮助我 透过这一趟有你同行的旅程 生命不断的经历 什么叫做恩典 谢谢你今天透过离松牧师生命的见证 激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知道 我今天可以往前行 不是因为我配得 乃是因为你的邀请 神愿你在我们心门叩门的时候 我们众人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 邀请你 也愿意跟随你的脚踪行 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深愿你 就在今天回应上帝的邀请 就在今天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命定美好的角色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